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寺院的斋堂 五官堂里都有一句话 三心未了 滴水难消 很多人看了这句话就不敢出家了 三心未了 即你没有悟到 你若没悟到 众生供养你的 连一滴水你都难以消受 你以为这句话只是对出家人而言吗 其实 这也与你有关 你之所以活着 是所有的众生供养你的 谁种米 种菜给你吃 谁开车给你坐 谁铺马路给你走 谁盖房子给你住 谁给你新鲜的空气 你也是接受别人的供养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很多人做很多事让你享受 比如 你到公园散步 你并没有去砌砖 种树 你说师父 我缴纳税金 那我问你 你缴税金 这跟太阳有什么关系 你偷税漏税还不一样在呼吸空气 有的人很肤浅 认为他缴了税就没有事了 这几天 有一位了不起的宗教人士过世 那就是 善国喜 他讲过一句话 牺牲享受 享受牺牲 这八个字 你要做到不容易 要享受 你要先牺牲 先付出 你要先对众生好 我们常常一牺牲就抱怨 比如 我牺牲我这一辈子的青春 为这个家庭 或 我这个姐姐 为这些弟弟妹妹牺牲 或 我这个领导者 为这些员工牺牲 很多人确实有牺牲 但他的内在产生抱怨和怨恨 反而得不到享受 这是很可惜的 凡夫一牺牲就抱怨 他不懂牺牲是一种享受 他觉得牺牲是一种怨恨 再来 很多人一享受就堕落 因为死于安乐 当你真正在享受 又不安于享受 又愿意牺牲奉献 这样就不简单 你牺牲就掉入牺牲的陷阱 享受就掉入享受的陷阱 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 长期被关了二三十年 当他出狱之时 记者问他 你要不要将过去 被冤枉的来做一番清算呢 曼德拉说 我现在已经出狱了 如果我的心中还带着任何怀恨 那我岂不是还被关在监狱里面吗 你心中的那些怨恨 代表你还是被困在里面 你不要害怕付出 不然你来当人做什么 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付出的 否则你投胎来我们地球做什么呢 当然你要付出 你就当好好的学 人之所以出生来到这里 是为了学习和付出的 这是你永远当记住的 如果有我的存在 他是不愿意付出的 纵使他愿意付出 也是要代价的 但他一定会死在享受安乐当中 到最后一定会沉沦堕落 有的人一个月有六十万的零用钱 如果你是父母 你有长大了的子女 你一块钱都不应该给他 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 他们当自己赚钱 你有那么多钱 就当拿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父母赚钱 钱就一定要给子女吗 但是 当他长大才教他 已经来不及了 他一出生 你就当教他 你之所以会造罪 是因为你时时刻刻 都为了保护这个我 为了让我比较舒服 我们每个人讲话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的 这样怎么会开悟呢 光是请你站在别人的角度讲话 你就很难改 跟孩子沟通 站在孩子的角度 跟父母沟通 站在父母的角度 跟别人沟通 站在别人的角度 能沟通就沟通 不能沟通 就等待奄缘 那是没有办法强迫的 等待也是一种智慧 易经有个卦 叫虚卦 就是等待天空下雨的意思 因为下雨 是不能强求的 文后思维 你能感受到众生 都对你有恩吗 心平和老耻界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祝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